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分九三点一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心灵共防出版的新书 他的书名叫做道歉 作者是Yves Anseler Yves Anseler是非常有名的 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者 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剧作家 他拥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更重要的是 他借由他的想象力去凝视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时代当中 有多少的女性 尤其是少女或者是女童 受到了一生当中最深刻的伤害 但是这些伤害发生的这么早 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摆脱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诉说 在他的经典的戏剧创作 印到独白里面 就是在努力的教 在努力的示范 这样的一种受伤的灵魂 如何面对自己的伤口 如何诉说 他这样的一种关怀 跟他的能力 来自于他自身的经验 他五岁的时候 就被他的父亲侵犯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记忆当中 还有从此发展出来 他跟他父亲非常扭曲的关系 笼罩了他的一辈子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一直到他父亲去世之前 Eve Anselor他的期待 是不管用任何的方式 包括揭露 指控他的父亲 他真正最需要的是 他的父亲对他道歉 可是他没有等到 他也等不到了 这是他最深刻的一种遗憾 于是在父亲去世了五年之后 Eve Anselor 他决定做这件事情 稍稍弥补 他最深刻的这件遗憾 他去想象 用他父亲的口气 对他自己 就是女儿 写了一封道歉信 所以这是一个 来自于地狱 来自于死亡之后的声音 他想象 死去了之后的父亲 他用这种方法 告白或用这种方法 检讨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就有很多精彩的 文学性的两种主体的交错 还有生存跟死亡的交错 我们看到 Eve Anselor 借由他父亲的口气说 自从我离开人世 就一直卡在一个 令人衰弱的地方 它很像大家说的地狱边缘 空无 被遗忘 地狱边缘并不是一个空间 相反的 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地方 我漂浮着 无法固定下来 不断地旋转 这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东西可看 没有树 没有海 没有声音 没有气息 没有光线 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也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 除了完全用负面的方式 来形容地狱 最后呢 才把这个除了 除了什么呢 除了活在我心里的回忆 地狱是什么 或地狱的边缘是什么 那就是人只剩下回忆 任何其他现实的东西都消失了 只剩下回忆 所以他接下来呢 就引用了诗人 TS Elliot 非常有名的一句诗 地狱是什么 地狱就是自己 他用这种方法来解释 TS Elliot 他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当你什么其他都消失 都丧失了 所有任何具体的东西 都不再存在 只剩下你自己的回忆 那就是地狱 你可能不知道 TS Elliot 是我最喜欢的诗人 我在地狱边缘 脑海中最常出现的是他的文字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地球时间的三十一年了 尽管这里其实没有时间 只有折磨人的空无 无止境吞噬人的空间 大的恐怖 同时又让人自闷 我离开人世时 怀着许多怨恨与不满 很大一部分的怨恨与不满 就是针对他的女儿的 临终的时候 我的愤怒比吞斥了我身体的癌症 还要更加的强烈 他如此致命 甚至可以穿透马飞 以及抑郁 让我可以设计并执行 我的最终惩罚 Evansler用这种方式想象 他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心里面仍然在盘绕着 这些情绪 这些想法 所以继续我们听 他用他父亲的口吻说 你可怜的母亲 他能怎么办呢 我让他活在口拒中这么多年 用我的大嗓门 用我的羞辱 用我的威胁 使他成为害怕 而且听话的共犯 这就是在他跟女儿的关系当中 母亲所扮演的角色 母亲在那样的一种权威的环境当中 早已经没有任何的管道 没有任何的可能去抗拒这个权威 所以他只能够装作 完全不知道 这个父亲对女儿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他已经养成了习惯 他试着照着我说的做 他试图告诉我 这个时候可能不适合做出 这么极端的决定 但他想要说的是 我已经疯了 什么样极端的决定呢 我最终的思绪和呼吸都充满了伤害别人的欲望 我想要造成长久的伤害 无法仔细的愤怒 一直到要走进坟墓的这一刻 或许你不知道 在最后一刻 我坚持要他把你剔除在我的遗嘱之外 你将不会得到任何的遗产 我用力的说 什么都不给他 即使在脆弱的状态下 报复仍然给了我力量 这是我最后一次弃绝你 除掉你 惩罚你的机会 你的母亲要我重新考虑 我坚持你自己活该 我为什么要把遗产 留给这样一个顽固 不忠实的孩子呢 对于孩子的评断 最重要的 就是他听不听话 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不是服从我 如果他不服从我 我为什么要承认 这是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给他任何的好处 我为什么要留任何的遗产给他 这就是这个父亲 他临终的时候 仍然无法放掉的愤怒 而且愤怒到什么程度 他接着说 你母亲竟然敢挑战我的决定 这让我更愤怒了 我的仇恨变得更深 以至于我甚至试图 想要消灭你这个人 我强迫你母亲答应我 我死后 无论你告诉他什么 都不要相信 因为许多年前 我们就知道 你是一个爱说谎的人 你是一个说谎者 我强迫你母亲答应我 永远不要信任你 永远怀疑你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没办法面对 女儿说出来的记忆 女儿对他的这些记忆 他自己知道 这是对于他的罪行的指控 他不愿意面对 他也不愿意任何人去面对 所以他接着说 以某个角度来说 我强迫他杀掉你 就如同我已经杀掉你了 我强迫他选择丈夫 放弃女儿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早就习惯了 在你的大半辈子里 我都要求他这样做 而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 他多么瞧不起自己 就因为他同意了我 我看得出来 这么多年来 我已经逐渐侵蚀了 他身为母亲的自尊心 消灭了他的自信和声音 使他觉得软弱 知道他不再爱自己 甚至不再认得自己 但是我仍然坚持 在这段话当中 Yves Anselen 其实是他表达了 对他母亲深刻的怜悯 跟同情 因为在这样的一种 不平等权利的婚姻关系里面 随时都要面对丈夫的权威 丈夫的权威大到 甚至可以强迫他 在选择丈夫的同时 就必须要放弃女儿 所以彻底的扭曲了 他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 这样的一种扭曲 对于作为母亲的人 他所产生的 是一个彻底的羞辱 你连作为一个母亲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都不被允许 你没有了这种 最根本 作为母亲的自尊 你也就不会 你也就不可能 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 面对任何其他的事情 仍然拥有自信 你也就不敢说任何的话 你也就变成了一个 被消音 没有声音的人 在信里面 这个父亲继续说 我离开人世的时候 对你感到如此的愤怒 为了惩罚你 甚至拒绝让你知道 我即将死去 我绝对不肯 打电话跟你告别 我要把你排除在外 因为我尖锐的愤怒而堂穴 以至于不得不心理 一直有我 并因自责与绝望 而血流如主 你的余生都将质问着 为什么你不够好 永远无法成为 我期待的女儿 所以连这样的一种隔绝 都是惩罚 都是来自于愤怒 意思是说 他要在女儿的心里面 留下 即使他死了之后 女儿都没有办法 摆脱的一种折磨 要女儿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我爸爸连要死了 都不愿意跟我和解 为什么我甚至不知道 他快要死了 所以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遗憾 来永远的惩罚这个女儿 我刻意不给你最终的解脱 最后的定局 我甚至不计划 或允许追思会 及丧礼 我认为他们都很 臣服枯燥 可悲的展示 无用的情绪 况且 如果你挨到我 你很可能就释怀了 所以连这件事情 他都无法接受 他不能让他的女儿 从这个 深入到他的骨肉里面的钩 能够解脱 所以在此刻 让你抓住不放 是我仅存的力量 这是唯一一个 抓住你生命的方式 让你注意到我 让你一直想到我 过世几天之后 我还没有到达地狱的边缘 我看到你在我 佛罗里达家中的衣橱里 坐在地板上 脸埋在我的黄色羊毛山里 一开始 我不懂你在坐上 我看着你 发现你在袖着我 剩下的气息 呼吸着我的骨龙水 和气味 试图找到一个 埋藏你爱上的地方 尽管不愿意 但是我受到感动 这让我回到我们之间 一切都柔和美丽的年代 那个时候 感情几乎浓烈的 无法承受 你坐在我的衣橱地上 试着找寻我 找回那种温柔 这让我感到一波 哀伤和失落 然后我就离开了 从你的世界离开 离开美好 离开救赎的可能 我被丢入 激烈的犯罪 与伤害的重现 这段非常感人的文字 同时也就描述了 虽然受到这样的伤害 一辈子希望他的父亲道歉 但是这种牵挂 要求他父亲道歉 也就来自于 他仍然深爱他的父亲 所以他的父亲 才能够一直不断地 用这种方式 要报复他 要惩罚他 这就是这样一封 迟来的道歉信 想象的道歉信里面 要处理最深刻 最复杂 同时也是最暧昧的一种情感 那这本书这样的文章 格外的冲击读者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在Advent 93.1 AM 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好 我是蔡嘉玲 感谢您去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N 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Yves Anseler 她的道歉 这本书是 女儿在曾经伤害过 她的父亲去世的之后 她知道 一辈子她还在等不到 父亲对她的道歉 所以她用想象的父亲 来自于地狱的声音 那样的一种口吻 为自己写了这样一封道歉信 不过在道歉的过程当中 其实她也努力的 趋近于死去的父亲 想要了解 父亲怎么会变成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她用父亲的口吻 重述她经历过的童年 她说 我的妈妈或爸爸 都无法忍受 他们对我的计划 有任何的差池 她的父亲在家里面 是一个妖儿 因为是最后出身 所以比兄姐的年纪 小了很多 她不在计划当中 所以母亲就用 非常特殊的方式 对待她 她的身份是 我是一个错误 却变成了奇迹 是金童 是被选中的那位 我将满足我母亲 最高的期待 解救我父亲 于长期的忧郁和失望 从我有意识开始 他们就让我相信 我比四周所有的人 都更好 更聪明 更宝贵 更值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现在 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本能的知道 母亲希望这是真的 她在这个信念上的 过度需求 和她自己也还 也和我有关 否认或抗议 这个信念 都等于是在质疑 她脆弱的自我 会让她陷入绝望 我们大概可以还原 去了解 这里面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情 也就意味着 这个母亲 她意外的 在没有想到 还会有小孩的时候 有了这个小孩 所以她就把她过去 在人生当中 尤其在家庭 洋溢小孩上面 所受到各种不同的挫折 把她变成了 对于这个小孩的寄望 她希望因为有了 这个小孩 所以过去 错了的 或者是无法完成的 都能够被矫正回来 所以呢 这个妖儿 就变成了母亲的救赎 我的降临代表好运 我的存在 让她可悲的婚姻复活 使她免于痛苦 我是光 我是宠儿 我是救世的儿子 崇拜暗示着某种 虚伪阶级 被崇拜的人 逼你高阶 超越了你 因此我很寂寞 极端寂寞 被崇拜者的寂寞 她是一个寂寞的小孩 因为家里虽然有 其他的哥哥姐姐 可是哥哥姐姐 在对待上面 都跟她不一样 她被孤立起来 所以她说 如果你特别 从一开始 你就被孤立了 你为了满足 崇拜你的人的需求而存在 是他使得 你成为被崇拜的物件 我确实是一个物件 而不是人 母亲对我的崇拜 使她和她的崇拜的物件 保持距离 好像碰触我就会贬低我死的 好像把我当一个人来对待 会让我变得平凡 我不记得母亲曾经拥抱过我 我不记得她跟我玩 追我 和我在草地上奔跑 我只记得她指挥我 指振我 管理我 教我 塑造我 和建构我 我不是我自己生命的主体 我无法表现 哀伤 哭泣 或者是 调皮 她被用 这种方式 养大 所以她 内在 一直存在的一个 最深刻的恐惧 她被 抬得这么高 她被用这种方式认为 你将来一定是 伟大的人 你跟所有的 哥哥姐姐 他们都不一样 你就是 我们这个家里面的 最好 最珍贵的一个小孩 可是 在那种状况底下 这个小孩 很小就开始 这样想 我真的是如此吗 所以她接着说 内在的我 觉得自己很平庸 没有灵感 空虚 虽然母亲将我理想化 父亲却认为 我懒惰 被妈妈宠坏了 所以 但是 父亲的这种指责 倒过来 又强化了 对于她的这种期待 是说 本来你可以很好的 但是你就是被宠坏了 你就是太懒惰了 所以你没有那么好 所以在父亲的眼里面 她是一个缺乏动机 混日子 不专注 是一个没用的人 我的看法 接近我的父亲 这就是为什么 我总是很愤怒 母亲眼中的我 和我真正觉得的自己 不一致 这让我觉得困惑 而且又挫折 一方面 母亲的宠爱 让我感觉到很虚荣 十分有吸引力 但另外一方面 我的妈妈 没有任何的意愿 或者是没有能力 看到真正的我 也就是说 虽然她那么宠我 可是一直有一个空虚 你知道 你妈妈从来没有 真正看到你 她眼中看到的 注意到的是假的 不是真正的你 她不喜欢真正的你 她不要看到 真正的你 她蔑视任何脆弱 和自我怀疑的迹象 她没有时间 也没有耐心 无法忍受 我的孩子气 还有呢 这些姐姐们 有三个姐姐 她出生的时候 这三个姐姐都很大 分别是15岁 14岁 和13岁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家里 刚刚出生的 多出来的 这个小弟弟 就变成了 他们热爱的玩具 是他们 拿来炫耀的一种荣誉 所以 她的告白说 我从来无法甩掉那种 觉得自己是冒牌货 随时都会被发现的感觉 我无法当一个正常的小男孩 有着狂野爱玩的天性 去做白日梦 去玩皮捣蛋 我活在无尽的压力底下 假装自己配得上 这个超人一般的存在的形象 但我心里充满不确定 充满挫折 以及一般人都有的需求 其他孩子不喜欢 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浮夸的风格 所以接下来 这就是贯穿她一生 另外一个严重的大的问题 她必须要把自己撑起来 去符合那样的一个外在 可是内在 她是软弱的 她很怕被别人试破 越是怕被别人试破 她是个冒牌货 她就越要把她的外表 装得非常非常的浮夸 稍微真实一点 她就害怕 她没办法面对真实的自己 因为她已经 对于那样一种内在真实 被她母亲所忽视的自我 有自卑感 所以呢 她跟其他的孩子之间的关系 就变成 他们觉得我很自大自夸 我不会去霸凌别人 但比较像一个 让人无法忍受的 势力的家伙 基本上 势力到什么样程度呢 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当我的朋友 每一次我带朋友回家玩 我的父母就会批评他们说 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呢 他们配不上你 这一对父母 遇到了他们认为自己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他们就变成非常judgmental 他们批评 瞧不起别人 最后呢 当然就导致 我再也不带朋友回家玩了 我越来越孤立 没有人可以说话 没有人可以分享心中的质疑 也没有人可以一起玩 除了建构这种超人神话的家人之外 我跟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连结 因此我有非常扭曲的自我形象 以及世界观 唯一真正我能够接触到的 是大我11岁的哥哥 连哥哥 已经年纪上最接近他了 都大他11岁 这个哥哥Milton 有一段时间 我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 他非常不快乐 把他的挫折跟嫉妒 都发泄在他伟大的弟弟身上 他非常讨厌我 很喜欢欺负我 发明各种疯狂的虐待 跟恐怖的手段 在我的眼睛滴酒精 把我吵醒 在我的内衣里藏红火蚁 说服我认为自己的小鸡鸡 形状跟大小都非常不对劲 他曾经把我锁在衣橱里好几个小时 或者把我绑在床脚 直到我的手腕都已经磨破皮了 我总是害怕他有一天会害我重伤 甚至我担心他会把我杀了 而且这些虐待都是秘密进行的 我没有人可以申诉 因为打小报告会让我看起来很脆弱 会觉得我无法保护我自己 当然Milton 我的哥哥 他就是深知这一点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变态行为 日勋夜逸 越来越可怕 我沉默的受苦 顽强而坚默 我知道我无法表达 自己的脆弱 或者是恐惧 我学会分离出另一个人格 把羞辱和恐怖隔离开来 我发展出没有感觉的能力 我学会了小时 当然我们并不确定 Ansel 他所想象他父亲的童年是事实 但是这样的一种描述 就是非常精确 符合了叫做受虐儿 成长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的一种人格的变化 当然更复杂的是 他一面是一个受虐儿 另外一面 却是因为被父亲跟母亲 投射了太高的期待 所以冷漠一代 没有办法去容许他 表现出真实的自我 所以他跟真实的自我 这两股力量 都使得他跟真实的自我 越离越远 他必须创造出另外一个人格 来应对所有的这一切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 所以他说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关起了同理心的门 因为如果我感觉到任何人痛苦 就表示我一定会感觉到 自己的痛苦 为了不去面对 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我同时我也不可能 去体会别人的痛苦 拥有这种dimpercy 拥有这种empatize的能力 我竟有想象 来释放每天体验到的愤怒与恐惧 我总是在想象着 报复和破坏 就是在这个隐形的战场上 我的个性成型了 在我内心深处 我变得无法触及自己 无止境的想象 塑造了我日后的行为 没有人能够再小看我 羞辱我或伤害我 至少我会让他 尝到最严重的后果 到了青春期 我的孤立越来越深 这让我极为焦虑 不安 激动 而且没有地方可以去 无论是外在或内在 我都无法放纵下来 Eve Anseler 用这种方式写 想象当中 父亲给他的 这一封道歉信 这封道歉信 同时是一个告白 意味着 要去整理 要去挖掘 他的父亲 为什么会变成 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他变成了 一直不断在愤怒 而且呢 遇到所有事情 就是想要报复的 这样的一个人 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父亲 变成了 那么样在意外表 然后因此 掩藏自己内在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 非常深情的书写 一方面 他希望 他的父亲 能够真正理解 这个女儿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明知道 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他就一个人 承担起 这样两面的角色 一方面 从女儿的角度 认真 严肃的 去体会 去了解 父亲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再倒过来 希望这样的一个关系 可以变成 双重的 同理性的 互相了解 他的父亲 愿意承认 他用什么样方式 伤害了这个女儿 对 这本书对于 人的深刻 内在的人格 他如何形成 以及 相当程度上 如何被扭曲 有着既锐力 但是又温和的 一种表现 特别 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看一下 薄薄的一本书 但是呢 值得你 一再的 去体会 一再的玩味 这就是 Yves Ansel 他所写的 道歉 新年工坊 出版公司的新书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